一年一度的台南鹽水風炮 21號正式登場 民眾從頭到腳包得密密麻麻的 站在炮城前後 享受槍林帶雨的快感 風炮直衝雲霄 讓民眾大喊刺激 雖然大家都慘遭風炮攻擊 不過被打到的人 今年都會忘 因此被風炮打到發麻的民眾 都笑得特別開心 剛剛有沒有被風炮打到 有 剛剛在背後炸掉一把 痛嗎 很痛嗎 不會痛 不會痛 只是出事提升而已 那麼最重要的是要等到明天 元宵節當天 大概預計在晚上9點的時候 就會有所謂的主炮城 到時候會在鹽水鍋中操場施放 那麼今年的主炮城 大約預期需要60萬 不過晚間鹽水消防隊救護站 有一名男子被風炮打到耳朵 另外還有一名45歲女性 疑似被倒下的炮城壓到 雙腳18%二度灼傷 以送柳營喜美醫院急救 在一下子著火之後 就馬上旁邊 就馬上把他拖到旁邊 然後讓他蹲下來 我就馬上用水給他沖 越炸越旺的風炮 22號會集中火力全速發射 慶祝元宵也祈求平安 天安節快樂 記者 簡直好 賴思豪 SNG小組 台南採訪報導 謝謝你們 我 我